上海一女医生家中 每到周四必丢钱 四年就凭空消失了一百多万现金 就连监控都拍不出真凶 那么这钱究竟钱是谁偷的 到底是贼喊捉贼 还是咋回事 上海一位女医生金女士 发现自己家里的现金 时常在周四莫名其妙地消失了一部分 这种失踪让她十分困惑 直到有一天 她惊恐地发现自己床头柜里的六万元 全部不一而非 这才意识到自己遭遇了一起长期的盗窃案 为了找出真相 金女士决定展开调查 金女士在本地开设了一家私人诊所 生意红火 每天的收入颇为可观 她有一个习惯 就是把每天的营业额现金带回家存放 等攒到一定数目后 再拿去银行存起来 起初 金女士只是隐约觉得 家里的钱好像在变少 但自己又不是很确定 只能怀疑是自己记错了数目 直到有一天 她终于确认家里的钱确实在减少 而且非常规律 每逢周四必定会发生 她首先怀疑起了丈夫陈先生 陈先生在家没有固定工作 只是靠炒股打发时间 金女士想 也许是陈先生炒股赔钱了 才会偷偷取用家里的积蓄 但直觉告诉她 丈夫应该不会做出这种事 毕竟多年来 陈先生从未私自动用过她的钱 金女士不想让这种猜疑 伤害两人的关系 便没有直接质问 只是时不时地问一句钱是否还够用 但陈先生每次都坚决表示自己没有动过那些现金 随着时间流逝 消失的钱数越来越多 从最初的一千块 变成了数万甚至数十万 金女士意识到 这绝不是什么小偷犯案那么简单 她想到 一开始只是偶尔丢一点钱 可以理解为是小偷或熟人作案 但随着时间推移 丢钱的金额越来越大 周期也非常稳定 每周四必限 这样的规律性已经完全脱离了偶然犯罪的范畴 充分显示出 罪犯对自己家庭的作息了如指掌 金女士怀疑自己遭遇了一个心思缜密 熟悉家庭情况的大道 甚至可能掌握了家门钥匙 这样的人知道 每周四是最佳犯罪时机 家中没人 可以顺利获取现金后离开 金女士百思不得其解 究竟会是谁有这种能力和胆量 长期作案 一定是一个对自己家庭极为熟悉的人 知根知底了解她的作息时间及存放现金的地点 这种长期性的犯罪手法令金女士寝食难安 她意识到 面对这样一个熟悉自家的罪犯 要揪出她的真面目几乎是不可能的 金女士陷入了无助与绝望中 她再也找不到可以信任的人 2013年 金女士的父亲不幸去世 她悲伤之余把自己投入到了工作中 这时 本就神经紧张的她发现 家里的钱又在以往的规律消失了 金女士忍无可忍 终于和丈夫爆发了激烈争吵 陈先生对她的猜疑感到莫名其妙和气愤 坚称自己是被冤枉的 争吵过后 金女士将这一情况告诉了兄长 哥哥也不相信会是陈先生所为 劝金女士一定是记错了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失心疯 也为了揪出这个神秘的大道 金女士采纳了哥哥的提议 在家里安装了一个隐蔽的监控摄像头 正对着放钱的地方 接下来的周四 金女士如往常一般 放入了一笔前后外出工作 急切地等待录像带来的真心 当天晚上回家后 她迫不及待打开监控 却失望地发现 不仅没有录下可疑人士的身影 连正常的录像都没有 这时 金女士已经报了警 民警来到现场 进行调查取证后 怀疑的重点 首先落在了陈先生 和金家的保姆赵阿姨身上 对于陈先生 警方首先调查了 她的股票交易记录 结果发现 陈先生的账户 并没有异常的大额现金流入或流出 股票交易 也都是小额正常操作 没有进行高风险的重仓买卖 来赌资金周转 这说明 陈先生的生活 并未因毒蛊而变的拮据 也就不存在 从家中偷钱的动机 而对于保姆赵阿姨 更是没有任何嫌疑 根据金女士的供述 赵阿姨来到金家工作 只有一年多时间 而她发现前失踪的时间 远早于赵阿姨来这里工作 换言之 失踪事件发生时 赵阿姨根本不在现场 不可能是她所为 警方进行了大量细致的调查取证工作 包括讯问 账户流水分析 监控视频调阅等 但都无法找到任何有利证据 指向陈先生或赵阿姨 反倒是证实了两人的清白 这让案情陷入了僵局 金女士百思不得其解 真凶究竟是何人 如果既不是亲近的家人 也不是保姆 那到底会是谁能如此熟悉她的家庭情况 长期不露声色地进行犯罪呢 随着陈先生和赵阿姨的嫌疑被排除 这起案件的真相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警方对于案件感到十分困惑 金女士也陷入了自我怀疑 难道真的是自己心里出现了问题 就在所有人都陷入迷茫时 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 陈先生亲眼目睹了小偷进门行窃 还看清了对方的面貌 原来为了澄清嫌疑 洗清自己的冤屈 陈先生决定周四守在家里 看是否有可疑人士上门 就在他坐立不安的等待时 门铃突然响了 陈先生立刻意识到 这很可能就是小偷进行事先侦查的信号 他把门反锁住 并透过猫眼查看外面 只见一个身材矮小的女子 按了门铃便匆匆离去 陈先生将此事立即报告给了警方 民警很快调取了金女士家附近 所有能录下这名女子的监控录像 当赫然发现监控画面中的女子 竟是自己的前保姆鲜红眉时 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鲜红眉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女子 几年前在金家做过一段时间保姆 金女士对她印象非常好 两人感情融洽 甚至有过要供养她的打算 2009年 鲜红眉突然以家里有事为由 辞去了工作 后来每隔一段时间 还会来看望金女士 关系依旧很好 金女士只觉得奇怪的是 从前贫苦的鲜红眉 如今衣着打扮都富裕了许多 感觉家境应该好转了不少 警方立刻对鲜红眉进行深入调查 发现她住在四川老家 没有在上海买房 每周都会飞来金女士所在的城市 住一晚上的酒店 她的消费水平 从2009年开始就迅速提升 银行账户也频繁出现大额现金存入 一切证据都指向 长期从金女士家中偷钱的 就是她本人 为了抓住这个老练的窃贼 警方在金女士家门口设下埋伏 果然 鲜红眉还是出现了 正当她用备用钥匙打开门 准备行窃时 被警方当场抓获 在讯问中 鲜红眉也坦白了一切 她当年在金家做工时 就已经暗中备份了钥匙 她非常清楚金女士的家庭作息 所以能准确判断什么时间进行犯罪 每周从四川飞到上海 仅仅为了这一盗窃行为 一开始只是偶然得到了一小笔钱 后来渐渐上瘾 为了维持生活 只能持续作案 就这样 短短几年时间 鲜红眉就从金女士家中 盗取了超过一百万元的巨款 金女士对好友 竟然是自己家中的大盗 感到万分震惊和失望 她不理解鲜红眉为何要背叛自己 还用这样卑鄙的手段 偷走自己辛苦挣来的钱财 金女士原以为两人关系如同姐妹 没想到鲜红眉的真面目如此残酷无情 经过警方的审讯和调查 鲜红眉的所有犯罪事实都被揭露出来 最终她不仅返还了全部赃款 还因重大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 这场看似鬼祟的失踪财务案 终于水落石出 金女士也重新找回了人生的安全感 而事后 监控没有录像的疑点也得到了解释 原来 金女士购买的监控器质量存在缺陷 无法正常工作 所以根本就没能发挥作用 这才导致警方一度陷入困境 经过这次教训 金女士再也不会大意购买不合格产品 也将更加注意家中财务的保管 不再让任何人有可乘之机 这起案件警示人们处处留心 才能避免受到不法分子的伤害 也提醒人们 不要被表面关系迷惑了眼睛 要时刻保持理性与警惕之心 希望社会上的正义力量 能够战胜那些贪婪自私的罪犯 让善良不再受欺辱 让阳光最终驱散阴霾